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卫报》推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民主党在最近选举中的失利 并揭示他们对文化战争的误解如何导致这一结果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选前的演讲中呼吁找寻美国的共同立场 却未能引起选民的共鸣 即使在女性选民中 她的支持率也不如预期反而面临了特朗普的挑战 这次选举揭示了民主党在堕胎问题上的过度强调可能适得其反 让选民感到不安 许多选民对于未来的期望与哈里斯所描绘的景象出现了巨大差距 反映出他们对家庭和未来的深切关注 特朗普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将关注点转移到了选民的实际需求而非激进的政治议题 不仅如此 特朗普的胜利还意味着世界秩序的转变 气候否认者的回归以及对公共卫生政策的挑战 民主党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选举的失利 更是如何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文化战争中误解真相 民主党失去选举 我刚刚重看了卡玛拉·哈里斯在投票日前的最后一次演讲 这样做有些感伤 他的表达很好 修辞高亢 并且他竭尽所能地推销他的使命 及寻找美国的共同立场 我们都在一起 他说明智地寻求浮动选民 而不是费城大厅中的民主党忠实支持者 现在一切都成了灰烬 显然 这样的演讲总是笼统而模糊 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讲同样有趣 但我对副总统在某一点上变得非常具体的部分感兴趣 他赞美自由的段落 以他对女性对自己身体做决定的最基本自由的支持达到高潮 而不是让政府告诉他该怎么做 他承诺当国会通过生育自由法案时 他作为总统将自豪地 非常自豪地签署成为法律 他的所有热情都投入其中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哈里斯女士强调这个主题 所有的民调显示 民主党在女性中领先于共和党 而且大多数美国女性支持堕胎权 许多人认为这将在投票箱中产生重大影响 结果并没有 是的 更多女性投票给哈里斯而不是特朗普 但比例比四年前拜登对抗特朗普时的比例要小 在星期二 特朗普赢得了40%的年轻女性 18到29岁的选票 而四年前这一比例为33% 同样的比较中 他在年轻男性中更是领先 哈里斯则退步了 堕胎问题或许能解释选举结果的其他一些情况 我的怀疑虽然不过是怀疑 是这在政治上并不像民调者所暗示的那样有效 是的 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 无论性别都支持堕胎 至少在不希望其成为非法的意义上 但他们往往对此感到不安 特别是男性更愿意不讨论这个问题 并且不会被那些过于强调此事的候选人所吸引 主张最大化堕胎权的言论 往往是激烈的反男性言论的一部分 女性平均来说 对堕胎的思考比男性更深刻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 这成为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 而是一个个人的话题 对于那些最热中 政治化的倡导者来说 这有些奇怪且缺乏同情心 当堕胎被视为民主党对女性需求的最强烈表现时 这更是奇怪 大多数人对美好未来社会的愿景 是否包括不断上升的堕胎率 和不断增长的堕胎自由 我怀疑 大多数主流政治辩论集中 在我们对孩子的期望上 这是关于希望的问题 一个或候选人沉迷于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吸引力的 即使你同意他 他所倡导的具体政策 我认为这在政治上是潜移默化的 当唐纳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胜利舞台上出现时 他的大家庭挤在他身边 他展示了如此多的孩子 以至于一度看起来 他可能会忘记所有孩子的名字 与他共享聚光灯的埃龙 马斯克有11个孩子 还有一个不幸在婴儿棋去世 无论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还是因为不幸 哈里斯女士没有孩子 有人会对这种男性的过度生育表示不满 当然没有人应该将特朗普总统或马斯克先生 视为理想的家庭榜样 但总的来说 这样的父亲暗示着对他们国家的活力和乐观 我认为民主党不小心使自己成为人口下降的政党 这对西方来说现在比我那一代人所教育的担忧 人口爆炸更为严重 变化是最高法院的决定 而不是政治家的决定 尽管他确实任命了一些更保守的法官 这并没有禁止堕胎 他推翻了1973年罗伊素维德案的有争议的决定 该决定认为美国宪法中包含堕胎的权利 美国 正如其名称所示 是一个联邦而非单一国家 最高法院的决定只是将堕胎的权利归还给各州 各州正在做出自己的决定 这就是美国的方式 在哈里斯女士失利的同一选举中 十个州就堕胎法举行了投票 七个州 其中几个是共和党州 投票支持堕胎 唐纳德·特朗普非常了解这一切的政治 在他居住的佛罗里达州 他投票反对放宽对六州后堕胎的禁令 并在这一问题上站再赢的一方 然而 作为总统候选人 他不必对堕胎有政策 以低调的方式 是的 他在想要的时候可以低调 他提醒选民这根本不是他的事 因此 他可以在不说任何会阻止支持堕胎的 选民投票给他的情况下 吸引到美国大多数反堕胎选民 简而言之 他在这个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共和党的妖魔 而他则利用了实际事实 他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家 哈里斯的堕胎立场体现了民主党所面临的问题 这表明 即使在他们似乎认同大多数立场的问题上 他们也搞砸了 他们让我想起1970年代的极端英国公会领袖 在1945年一代的英国选民中 对组织劳动的广泛尊重 甚至赢得选举的尊重 作为推进工人事业的最佳方式 但激进的工会领导人却因为似乎将罢工视为他们成就的巅峰 而摧毁了这一点 他们脑海中发生的事情 与大多数自然支持者脑海中发生的事情不同 民主党也是如此 极端与普通生活无关 并且对不同意见的人高度评判 你也可以在种族问题上看到这一点 民主党已经从马丁路德金时代的尊严 转向了对白人的暴力仇恨 这一趋势卡玛拉·哈里斯从未面对 事实上 他半推半就地支持了他 你可以在环境问题上看到这一点 对于停止全球变暖所需的时间框架和能源措施的巨大投机 被用来试图结束大多数美国人依赖的廉价化石燃料能源的繁荣 民主党似乎对选民所隐含的问题有极大的困难 你们无法保证我们在经济和移民方面的基本需求 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人 这正是唐纳德·特朗普所理解的 通过赢得美国的地面战争 你也赢得了文化战争 事实上 他们几乎是同一件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选举是一种政治过程 通过投票来选择个人担任公职 或在某些情境下对特定政策或法律进行表决 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机制之一 让公民能够在政府形成过程中有直接的参与 选举的形式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制度有显著差异 包括总统选举 议会选举 市政府选举 以及地方公投等 选举可以是间接或直接的 直接选举中选民直接投票选择候选人 间接选举中选民选出代表 再由代表进行进一步的选择 选举制度的设计影响选举结果和政府的形式 主要的选举制度包括 一、第一过了集营制 First Past the Post FPTP使用于如美国、英国 选民从众多候选人中选择一个 得票最多者胜出 二、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2使用于如意大利、以色列、席位分配 与得票比例相关 旨在更准确地反映选民的多样性 三、混合制 Mixed Systems 如德国结合了多席位选区和单席位选区的元素 选举包括多个过程 其中最关键的是选民登记、竞选活动、投票和计票 选举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受到国际和国内法律的监督 选举观察也是民主国家保障选举透明度和公正性的重要措施 历史上选举制度的演变与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 古希腊的雅典被认为是最早的民主实验之一 尽管当时的选举和现代标准有很大不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选举制度逐渐在全球扩展和成熟 许多国家从君主制和独裁政权过渡到民主治理 选举的数据统计通常包括选民人数、投票率、各政党得票比例、席位分配等 这些数据为分析政治走向、选民行为、选区划分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近年来,数据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在选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如选举预测和选民行为分析 现代选举面临着多种挑战 包括选民冷漠、选举舞弊、外国势力干预和网络安全问题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致力于通过立法和技术手段来应对这些挑战 保障选举的公正性和自由性 选举的成功举行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是公民参与和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选举结果能影响国家政策的走向 进而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 包括经济、教育、医疗、外交等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华尔街、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